HELLO 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幾場我玩 Clash Mini 的對決 那這幾場我用的是四級的蠻王 結果對手全部都是五級的英雄啊 大家知道四級跟五級差很多 因為五級的英雄就會擁有技能了 這場我碰到的是五級女王 第一回合我就非常冒險的 把礦工踩在了補血的格子上面 想說應該不會運氣這麼差 馬上就被針對吧 結果對方還真的就在我補血的格子前面 擺放了一個王子 開場就把我的礦工衝到了後排去啊 唉 果然不能太貪心啊 不過還好我的天使有發揮到他的技能 慢慢的把血量給補回來之後 我的蠻王天使就這樣子 把對方的女王給解決掉了 拿下了第一回合 不過這也不意外啦 因為如果是玩女王的話 通常在前兩回合 都是比較沒有優勢的 接下來要進入第二回合 我刷出來的部隊是弓箭手 那我當然惡話不說 就把弓箭手先拉到場上 成為一星弓箭手 並且把礦工給叫回來了 因為我的礦工如果不斷的放在場上的話 對手一定會想辦法來針對我的礦工 而且對方是女王啊 我的礦工就是要拿來偷襲女王用的 絕對不能讓對方太好預判才行 第二回合我還是踩了補血格 因為我在這邊想說補血格在這個位置 剛好可以讓我的前排幫他擋著 而且如果天使運氣好 不會移動的話 或許還有機會來幫弓箭手補到血 但是並沒有這麼的順利啊 對方擺放了這個位置 讓我的天使以及蠻王一開始就往前走了 所以弓箭手是直接就被對方的王子給處理掉 但是還好我的蠻王跟我的天使 從頭到尾都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補血不斷的有發揮效果 最後還是拿下了這個第二回合 接下來從第三回合開始 對手的女王就會越來越難對付了 這裡我終於刷出了我的第二隻坦克皮卡 所以我可以將我的第一隻坦克蠻王放到的後排 來阻止對方的王子 並且我注意到對方剛剛的站位 其實是有要防我的礦工的 所以這場我還不急著把我的礦工放上場 最後大概調整了一下保護我的弓箭手之後 第三回合開始 好 王子在這邊被我的蠻王給預判了 順利的抓到他的王子 那他的後排是直接擺放了女王跟弓箭手 這有點奇怪啊 他的女王弓箭手 怎麼是擺在最後排 沒有要擋我的弓箭手的意思 我明明上一場就已經有派出弓箭手啦 這一點倒是讓我挺意外的 最後還是靠著天使還有蠻王 來將對方的女王處理掉 拿下了第三回合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這個王子 雖然死掉了之後 但是他的這個留下來的小馬在場上 真的是非常的讓人討厭啦 我覺得這個小馬有點太LP 好像是做壞的感覺 好 來看一下第二場 面對到的是五級的吸血鬼啊 這次是閃電山谷了 充電的格子 現在當然不會貪心的踩上去 那我將我的皮卡拉上來了之後 跟礦工一起分散的擺放在這個地圖的四周 希望可以讓對方的吸血鬼疲於奔命啊 沒有想到對方是很大膽的 把吸血鬼直接踩在了充電的格子上面 然後後排還有擺放了一隻皮卡 所以我的礦工是很容易被對方抓到的 再加上對方的五級血鬼 對我的天使來說 根本就是一個天生的克星啊 因為他會禁止我的天使 補血的效果可以正常的發揮 所以接下來我必須想看看 怎麼樣來擺放我的部隊了 那當然最後我的英雄蠻王 在面對到吸血鬼的時候 是絕對單挑不過他的啊 我血量再多都沒有辦法 好 現在第二回合 我準備要派上我的戰鬥天使了 但是這個戰鬥天使 可能沒有辦法跟我的其他部隊 全部集中了擺放在一起 因為如果集中了擺放在一起 又碰到對方的血鬼的話 那就幾乎是確定 我的戰鬥天使技能 沒有辦法有效的發揮了 所以我將我的部隊 是分左右兩邊分開來擺放的 哇 馬上就看到對方擺的超級騎士 要來抓我的礦工 而且的確是有抓到 那我左右擺放的這種放法 也好像發揮了效果 蠻王跟小野蠻人 順利的打掉了對方的野蠻人 然後我的大皮卡 砍掉了對方的小皮卡 最後我的天使技能 竟然還能夠抓到空檔 來幫我的蠻王回血 最後兩個人 圍毆對方的吸血鬼 拿下了第二回合 打成了一個1比1 真的是有點驚險啊 接下來我想要讓我的站位 是稍微有點變化了 因為我已經連續擺放了 左右分開的這種方式 兩個回合了 那我把他們集中在一起 但是 其實碰到這種可以帶有 防止回血技能的英雄 或者是部隊 我的天使就變得很難擺放啊 我現在只能夠盡量的 就是照我正常的方式來擺放 也就是保護好我的弓箭手 然後前排擺放坦克 那礦工的部分 我就不指望他了 因為對手感覺是 一定會來抓我的礦工的 唉唷 對手是野放的礦工啊 而且這次我的礦工 竟然沒有被他抓到 順利的帶走對方的後排 弓箭手 看起來我活下來的部隊數量比較多 對方的這個小野蠻人 雖然是發狂的 把我的天使給砍死了 但是最後我剩下了蠻王 還有皮卡下來 這個皮卡一刀下去 哇哈哈 直接6滴血 把他的吸血鬼給帶走了 運氣算是還不錯啊 那這樣子我拿下了兩個回合 已經率先聽牌了 進入第四回合之前 我不斷的在思考 我到底要把我的聖水 花在誰的身上比較值得 因為其實如果升級我的戰鬥天使 我不確定他能不能夠 順利的發揮他的補血效果 我當然是比較想要升級我的弓箭手的 但是我不確定我的洗牌次數 有沒有辦法讓我的弓箭手 升到足夠高的等級 所以我最後還是選擇 將一部分的聖水 拿來升級我的戰鬥天使 然後洗牌將我的弓箭手 至少升級到可以發出兩隻弓箭為止 哇我這個野蠻人發狂了之後 不但是擋住了對方的礦工 而且將對方的血鬼也一起砍死了 最後拿下了勝利 真的是太爽了 英雄的四級跟五級差距是非常大的 因為五級之後就會擁有技能 在分享完了女王以及吸血鬼 都是五級的對手之後 接下來最後這場我要分享的是 碰到了五級的蠻王啊 跟我使用相同的英雄 但是級數差了一級 第一場雙方就是試試水溫而已 我把我的野蠻人跟皮卡放上場了之後 野蠻人放在後排 哇對方是有弓箭手的 那我這個野蠻人有點危險 還好對方的這個小野蠻人 是面對到我的皮卡 所以皮卡直接將對方的小野蠻人先砍飛了 最後存活了三隻部隊 要來打對方的弓箭手 戳戳有餘啊 拿下了第一回合 接下來第二回合 我要趕快把我的弓箭手派上來了 因為弓箭手算是我的這個配置當中 非常重要的後排攻擊火力 太好了 刷到了兩個弓箭手 馬上就把他拉上場來 變成了一星弓箭手啊 可以發出兩隻弓箭 接下來我不想太早將我的礦弓下進來 沒有錯啊 又想偷場了 雖然對手不是女王 但是還是想要把這個弓箭手 不是弓箭手啊 礦弓稍微藏一下 所以選擇重新洗牌 升級一下我的小野蠻人 哇 結果對手是直接把他所有的聖水 幾乎是投注在他的野蠻人跟弓箭手的身上 所以我的弓箭手射不過他 野蠻人也砍不過他 最後他三隻部隊活下來 都把我給砍飛了 那第三回合我就要小心啦 接下來我直接把這6滴聖水 讓我的礦弓跟戰鬥天使上場 讓我的場上部隊增加兩隻 雖然這樣子一來 我的弓箭手跟野蠻人 不一定還是打得過對方的等級 但是至少有其他的單位可以輔助啊 我好好的保護一下我的弓箭手 然後在後排擺放了野蠻人 戰鬥開始 哇 對方有王子 那我的弓箭手配合著礦弓 可以把他後排的弓箭手先處理掉 那因為我的野蠻人是沒有技能的 所以在這邊雖然打掉了弓箭手 但是他沒有辦法加速 所以讓對方的三星小野蠻人發狂的 將我的所有的部隊都砍飛了 這個野蠻人真的是太可怕了 你看得清楚 他到底是砍飛了我多少的部隊嗎 接下來對方聽牌了 所以我得要小心啊 我選擇在這邊將我的聖水 用在升級我的弓箭手以及礦弓的身上 加強我後排的火力 同時又可以讓礦弓有機會 來提升他的攻速以及攻擊力 先來第四回合開始 礦弓不要被抓到 不要被抓到啊 哇 對方擺放了野蠻人 有可能會抓我礦弓 喔 沒抓到 太好了 那我的礦弓打掉了他的這個弓箭手之後 就會繞到對方蠻王的背後 哇 攻速在同時提升 將對方的蠻王給帶走 最後是非常殘忍的圍毆 對方王子留下來的這匹馬 拿下了這個回合的勝利 我覺得關鍵是對方的這個野蠻人 想要抓我的礦弓 但是位置其實沒有擺好 剛剛上一場他的野蠻人 如果再往後擺一格 搞不好就能夠真的抓到我的礦弓了 那我的礦弓可能就沒有辦法有機會 從背後來打掉他的弓箭手跟蠻王 現在即將進入第五回合 決勝回合了 我選擇升級我的弓箭手 變成了三星弓箭手 還有我的戰鬥天使 然後將我的部隊放到了左邊來 因為前兩場想太久了 都來不及把我的部隊換位置啊 現在你看 對方的野蠻人 往後擺放了一格之後 就順利抓到我的礦弓 而且真的把我的礦弓給砍死了 而我的後排野蠻人 要擋他的王子也擋不了 最後被他的王子給砍飛 還好我的弓箭手是保護得還不錯 最後是打掉了對方關鍵的發狂小野蠻人啊 最後一個天使的關鍵補血 讓我拿下了勝利 如果這個天使沒有補血的話 或許就打不過對方的這一批 王子留下來的小馬了 這個小馬我真的覺得有點做壞啦 他不但帶有攻擊力 而且還有急暈對手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急暈的效果 或者是攻擊力至少要拿掉一樣吧 不然他有可能最後存活在場上成為逆轉局勢的關鍵啊 因為這個急暈的效果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我玩皇室騎兵Clash Mini的一些對戰 希望大家會喜歡 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